看了这么多勇者的分享 你是不是也很想像他们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我给12星座的建议 牡羊星座的朋友 如果你想改变命运的话 别做烂好人 以及以海外为主 好啦别做烂好人 是因为你已经到了一定的位子了 很多人喜欢帮你当大哥大姐 需要你的照顾 而你刚好也很鸡婆 而你也的确觉得那种 照顾别人的英雄感挺好的 其实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你会更凸显重要性没有错 可是力气要省着用好吗 有一些人事务还是要经过一下鉴定 否则的话你只是把自己忙得不得了 要不要花点力气 比如说组织起来 是有计划性的 哪些人可以成为以后可用的小弟小妹 或者是在帮助别人之余 也能够增加你的专业度 那么我想这些力气就花得很值得 以免不该帮的也帮 然后反而变成你的绊脚石 拖累了你的好运 除此之外呢 我刚刚说了海外发展也不错 所谓的海外发展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狭隘了 不一定要真的出国 有时候如果你从事的是跟文化 或者是贸易等等有关 也是跟海外有关哦 或者是你有计划出书吗 或者是你把你的一些想法里面写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别人很感兴趣的地方 这些也都是你可以发挥的很好之处哦 所以不发挥很可惜 那么如果要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么就是要注意 可能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或者是舟车劳顿的太劳累了 所以出国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及不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有时候体力有限哦 如果出国太危险的 太冒险的行程 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 这就是我要给牡羊座 决胜点的建议咯